救護車逗場路邊真的太慘了 三四輛機車倒地 還有傷患意識不清躺在地上 滿地都是撞壞的機車碎片 還有好幾名傷者 好多路過機車來幫忙搬運 到底怎麼撞的 原來是有轎車直接衝撞路口的 機車代轉區 當時四部機車通通被撞飛 造成五人受傷送醫 其中一人傷失太嚴重 到運前失去生命跡象 還在醫院搶救 因為當時是紅綠燈 他也沒有減速 就從後面追撞 他可能心臟有問題 他說他好像手腳都不不 意外發生在9號下午4點多 就在高雄的鳳底路上 下班時間汽機車非常多 但肇事的汽車駕駛 沒有酒駕也沒有超速 卻無故衝撞代轉區 實在離譜 目前警方還在調查 肇事原因 解機健康高雄報導 聽習通訪設施的 一朋友 警方… 在夜市下속止